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昨天開始 開展了他的南歐四國行程 分別會到訪希臘 意大利 梵蒂江 和克羅地亞 他今次把握著第一個任期的最後三個多月時間 都要馬不停提出訪 無非就是要為美國 在南歐地區尋求新的軍事和戰略聯盟 以及為第二個任期 美國的外交態勢來鋪電 這次到訪這四個國家 除了梵蒂江以外 其餘的三國 同樣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的參與國 目前中國正積極地推動 和希臘在最大的港口 比雷埃夫斯港的合作項目 除此之外 意大利就是 七大工業國集團裏 唯一一個成員 和中國有簽訂 一帶一路協議 而且還推展 有四個港口合作項目 這些項目 在美國眼中 當然會視之為 滲透的威脅 所以 蓬佩奧此行 明顯地 也是要劍指中國 務求馬實這些南歐國家 使得他們 不會一面倒向中國傾斜 但是梵蒂江教廷 似乎就不買賬 教宗就已經決定了 拒絕接見蓬佩奧 當然 教宗就給出了一個 冠冕堂皇的理由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他就說 擔心影響美國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 故此 拒絕接見蓬佩奧 但是想心一層 這個藉口 就認真傻 現在 蓬佩奧還在那個任期之內 而他這個任期是獲得了2016年大選 當時的選民授權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拒絕接見 除了說不見蓬佩奧之外 其實來自香港的陳日君書基 也是山長水遠去到梵蒂江 希望教宗就接見他 以便向他進言 但是同樣地 陳日君書基等了幾天 仍然是沒有得到教宗的接見 難道不接見陳日君書基 又是因為總統大選 沒有可能 根本上蓬佩奧和陳日君就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兩人同時都不是很受大陸方面的歡迎 那間市教宗同時拒絕接見兩人 就給人一種感覺 究竟是不是因為擔心得罪大陸 所以 在接見外賓方面 都顯得投鼠忌器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蓬佩奧 較早之前都已經是表達過 要反對梵蒂江教廷 繼續和中國 續簽一份協議 到底這份協議 是說什麼 其實在2018年 首次簽署這份協議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公佈過相關細節 但是外界所知的就是 這份協議 就賦予了梵蒂江對中國主教的任命權 只不過 在這份協議簽署了以後 教宗竟然間就承認了 在沒有經過他同意之下 北京所指定的八名主教 這樣的安排 在外間的角度看來 當然 就是教廷向大陸屈服了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先例 除此之外 中凡在兩年前簽署了這份協議之後 教宗就再沒有就住中國的人權問題發聲 一直保持沉默 甚至乎 中國的天主教徒在大陸的種種遭遇 他都沒有出過判據聲 故此有些宗教人士就批評他 說他這種態度 就等同於 出賣了在大陸的教徒 他這一趟 拒見蓬佩奧 其實 就肯定和蓬佩奧 準備在梵蒂江所發表的演詞有關 蓬佩奧就已經表明 對於梵蒂江即將和中國 續簽主教任命協議 表達了不滿 蓬佩奧還提到 如果梵蒂江堅持要續簽這項協議 將會危及到教廷自身的道德權威 而且有媒體還預計 他在梵蒂江的行程演詞中 會評擊中國針對宗教自由所作出的種種行為 故此 教宗現在不接見他 很肯定是和中國這個因素有關 此外 陳日君走到梵蒂江 想進建教宗 所謂何事 原來 跟香港教區主教任命有關 本來 教廷方面 最初提出的人選 是 是扶你主教夏智成接任 這個人選得到了教區裏面 大部分人的接受 但現在陳日君引述了羅馬方面的消息 說現在他們需要一個得到北京祝福的人 故此建議了 蔡惠文神父 香港教區裏面很多人 對於這個人選並不滿意 陳日君說他們的團體是分裂了 既然說到這麼露骨 教宗拒絕接見陳日君 其實都是不意外 現在照看來 似乎教宗 已經向大陸方面靠攏了 對於不受大陸歡迎的政客 相信教宗也會 一律拒絕接見 接著就談談 關於中國的消息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連續兩天不點名地批評美國 在星期日 他跟聯合國大會主席博之克爾通電話 當時他說 大國並不意味著權力更大 反而責任更大 其實這番說話 不僅適用於美國 中國同樣也是適用 因為中國也是一個大國 王毅也強調 現在已經進入到全球互聯互通的時代 在地球村裏 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 以及孤立主義 都是沒有出路 都是不可以持續的 我們就逐樣來看看 首先他說單邊主義 美國有沒有搞什麼 經濟內循環的東西出來 是不是 而且在近兩三個月 特朗普和蓬佩奧 在外交上 就已經取得了一個風石成果 包括的就是 成功這樣促成了以色列 和幾個 中東的世仇大和解 建立了相互的外交關係 互相派駐大使館和外交人員 而且是互相承認對方的地位 此外 最近 特朗普也推動了 塞爾維亞和科索毓之間的大和解 這些 哪是單邊主義呢 如果是單邊主義的做法 當然 就說你死了 關人什麼事 最近還有消息傳出 特朗普想把握10月的機會 跟朝鮮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再一次回眠 搞多一場特金會 如果是單邊主義的 還怎麼會採朝鮮才行 另外就是說保護主義 實情這個就是看觀點與角度問題 如果說美國現在 特朗普搞的貿易戰是保護主義的話 其實換個角度來看 過去的28年以來 美國的總統似乎就不太重視 美國對外貿易的赤字問題 是不是 也沒有好好的處理到關於公平貿易的原則 特朗普在他的任期裏 推動了一系列新的貿易措施 甚至乎還啟動了貿易戰 但是在他的角度來看 他只不過是兌現2016年的競選承諾 他只是說要縮減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 故此在他的角度一定覺得自己撥亂反正 至於說孤立主義 官乎目前的國際形勢和外交態勢 到底是美國被孤立 還是中國被孤立 至於王毅昨天出席 南廳論壇開幕式的演講上 就說到 說世界上每個國家的人民 都有過美好生活的權利 那些以為自己拳頭帶 就可以無視和破壞國際規則的人 終章會被時代拋棄 我就覺得他講得非常之好 這句話 問題就是 這句話其實都是適用於每一個國家身上 到底哪些國家是無視和破壞國際規則 哪些國家以為自己拳頭帶就很厲害 真是大家見仁見智 我也同意 這些國家最終都會被時代拋棄 講得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